听了你们的建议 再整一下这个柜子 买了几个把手 要的家常款的钉子 这算是靠中间吗 标线孔位 其实我挺怕把柜子打崩的 还拽不出来了 出来吧 可以安了 还没出来呢 拧半天终于拧上了 没想到另一个更难拧 又电动的事实 把它的尺磨没了 那只能砸了 钉子没出来 还以为弯在里面了 再打个眼 拿新的钉子试试 这个钉子也短 原来是钉子短了 去武金店买一个长的 老板 有这个型号的钉子 更长一点的吗 多长点 比这个再长一截就行 拿两个 能放进去吗 能 多少钱呀 一块 一块 家常款 终于安上去了 下边的柜子又长出来一截 也不知道为啥尺寸差这么多 安上把手确实更高级了 我又要对卧室下手了 铺个地板 哇 这不错呀 真的是有纹路的 特别喜欢人字纹的地板 虽然咱铺不了针的 但是咱可以仿一个 先把卧室的东西挪个地儿 哇 我去 床垫是真沉 以后要多吃菠菜 可以开始铺啦 看一眼教程 我要挑战最难的人字体 祝我好运吧 他这个教程讲得也太粗糙了 自由发挥 相信自己可以的 万语长征 踏出了第一步 不黏 正好有修改的余地 反正我是贴啥啥歪的人 阳光下这个质感太好了 这个过程很好玩 就像小时候拼拼图搭积木一样 不行这缝有点大 抢救一下 只要贴歪一点点 下面就会越来越歪 要更小心地贴了 到最难的封边了 越搁越坏 这个边被我封得 真是坚持了 我又想了一个新半分 两边比着画个点 两点画直线 再用剪子一剪 哇 这个正好诶 有了解决办法 进度快多了 把东西移 贴下半部分 还剩酒片 铁定不够啊 酒片 先就那边吧 早知道就不该省那点钱 多买两瓶了 就剩这一块了 还有这么多没铺呢 还得再买点 铺上高级多了 嘿嘿 铺上高级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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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铺上高级多了